说好了笔剑 张仪竟然闭目端坐于厅中 赤手空拳以一对四 而且这四人俱是一等高手 吴江纵使惠进天下剑客 何曾见过此等剑士 愣正有轻 吴江终是忍不住好奇之心 伸手拦道 卖 四位剑士各自后退一步 坐视站定 握剑之手拒出了一层冷汗 吴江目光射向了张仪 张子既来比剑 为何不见初剑呢 张仪朗声应道 张仪无剑 既是剑士 为何无剑呢 张仪来月地比剑 自然不须带剑 这 张子身上无剑 如何比剑呢 张仪拱了拱手 在中原之时 张仪听闻无月之人 善助保剑 大王更是藏剑无术 因而不曾带剑 只想借大王好剑一用 吴江一争 旋即爆出了一声长笑 张子此言 我倒有何玄妙 不想 却是借剑一用 来啊 司剑力何在 司剑力应声而出 在月王面前扣道 为臣 叩剑大王 为张子取剑 司剑力应惹而去 不一会儿手捧一只剑盒走出 众人仅看剑盒 就只是一柄好剑 吴江目视着张仪 张子请看 此剑可重一否 张仪拿眼角稍稍一扫 玄机摇了摇头 此为数人之剑 何为数人之剑 回禀道啊 就是怒目张牙者所配之剑 可用于开肠破肚 稳静割喉 张仪不屑用之 吴江大争 目视着伦旗毕成 二人也是愣着 吴江略一私存 转队了司剑力 为张子换好剑 司剑力抱剑退出 又过了一阵 抱出了一只红木剑盒 打开层层紧断 露出了一柄宝剑 缓缓退去 重剑事一看 只是一柄极品宝剑 无不引进观望 毕成看的剑盒 知是岳王勾剑 赐给功臣文种的宝剑 后来文种既引此剑自杀 岳王因而明之曰 文种剑 珍藏至今 吴江让司剑力拿出此剑 一是相当看重这个中原剑士 二也不乏炫耀之一 吴江威闭双目 挟视张一眼 目露得意之色 请问张子 此剑可重一否 张一微微睁眼 将宝剑从剑盒中取出 眯眼细看了一会儿 并未拔剑出销 而是将之 复归剑盒 嘴角献出了一丝笑意 此为青大夫之剑 吴江恶然 眼睛睁大 何为青大夫之剑 张一微闭双眼 回禀大王 就是锦衣玉使者 所配之剑 可用于炫耀辅弄 搏取功名利禄 张一何能用之 张一此言无疑 是意有所指 身为青大夫的轮起 毕成 各线怒容 吕宗更是尴尬 又急又气又无奈 轻敲鸡案 警示张一 看到如此宝剑 竟遭张一轻灭 周围见识 居士震怒了 齐齐将目光投向吴江 吴江陡然 爆出一声长笑 笑臂喝道 再换剑来 司剑立掩望吴江 用力比划一下 吴江点头 过有一刻 司剑立指挥两个立士 抬出一只精致的 谈目大象 司剑立当殿开锁 从中取出一盒 对盒连败几败 将之放到吴江基岸上 吴江闭眼莫倒警局 亲手打开剑盒 取出宝剑 细细看过 双手 递与了司剑立 除去张一 厅中目光 无不聚集在宝剑之上 吴宗知道 吴江抬出此剑 必是动了杀心了 斜眼望向张一 见他仍是一副 不屑一顾的样子 心头就一颤 额上汗就出来了 悄悄起身 从旁门转出剑厅 飞步奔下台去 远远看到吴宗脸色煞白 急奔下来 惊声情之不妙 迎上一步 吴大人 吴宗跺脚道 张子他 哎呀 我命休矣 乡女 英纯大张 芳容失色 愣张半赏方才问道 吴大人 夫君他 究竟怎么了 吴宗将台上情事 略略讲过 又将阮英龙 在厅外埋伏公奴手的事 一并说了 莫了急道 公孙姑娘 京先生 眼下尚有实践 你们若是速离此地 或可逃得一命啊 不急听完 乡女已是蹲在地上 乌乌夜夜 泪满香腮了 惊声稍稍地稳住情绪 转队吕宗 吕大人 眼下可有补救之际呀 哎 宗师神仙 怕也帮不上了 在下感念公孙先生大情 本想帮点小忙 不想却是引火烧身 惹下这场灭顶之灾呀 京生略意思寸 眉头冷凝 缓缓说道 吕大人 且请回去 就京某所知 姑娘当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如此行事 必有道理 再说了 万一有所差错 好汉做事 好汉当 京某即使粉身碎骨 也不会连累大人的 吕宗又叹了一声 哎呀 连累不连累 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不过眼下情事 也只有这样了 你们若不肯走 可在此处守候 在下 这就上去看看 吕宗作别 匆匆上台了 见吕宗走远 京生急扯乡女 拐入一个偏僻处 大声呼哨 玄机赶来五名剑士 京生神色严肃的 扫视众人意 今日事急 姑娘生死悬于一线 诸位各领不重 听我暗号 按事先安排 以迅雷之势登台 先解决功努手 再控制月王 九出谷样 五位壮士点了点头 句子散去 击剑厅里 空气凝滞 所有人都似 摒了呼吸 目光寸步不离 那柄宝剑 有情 毕成的目光 转向了张仪 毕成知道 吴将抬出此剑 等于是亮了家地了 说明他也忍无可忍 冻些杀气了 毕成斜眼转向伦奇 见伦奇的眼睛描向室外 毕成偷眼望去 暗吃了一惊 因为数十名公奴手 正浮于暗处 数十只剑矢 无不描向 端坐于剑厅正中的张仪 毕成暗自佩服伦奇 同时也被张仪 捏出一把冷汗 不知怎的 他开始佩服起 这个剑士来了 司剑力双手捧剑 吸行至张仪身边 将剑轻轻地置于 张仪的膝前 而后缓缓退去 自始至终 司剑力未出一声了 吴将耳目闭合 将脸微微地转向 大海的方向 耳朵竖起 似在倾听远处 传来的隐隐的掏声 张仪不敢怠慢 抬手正正衣襟 调理好呼吸 紧闭双目 口中念念有词 陡然间他二目远睁 轻轻地抽剑出鞘 剑一出鞘 张仪就觉得 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积极稳住心神 伸出手指 微微弹指 宝剑增然有声 张仪细审剑柄 眼角瞥道 纯君二字 心头就一震 面上仍旧是声色未动 吴将将头缓缓转过来 眼睛微微开启了两道细缝 两道寒光 如历史一般射向张仪 声音压低 杀气隐现 请问张子 此剑如何 张仪脸上既无巨色 也不见惊喜 依旧静如厨子 如方才一样 将宝剑插回窍中 赞叹道 回禀大王 此为高士之剑 吴将面色斗变 眼睛圆睁 声音似从牙缝里 崩出来的 何为高士之剑 张仪微微闭眼 气沉丹田 声却如红龙一般 回禀大王 就是德才 兼修者所配之剑 可剑身一性 一寿延年 亦非张仪所用 如此宝剑 竟也不堪此人使用 在场人众 军被激怒 闭成一眼瞥去 见伦齐二目 紧盯岳王 知情势紧急 眼珠一转 不带岳王发怒 先自阵击何道 大胆狂兔 你连岳王剑也拾不住 竟敢在此故作高深 妄称第一剑事 一道亮光 顿从张仪心中划过 张仪知道 碧成说出此言 是在帮他 是在告诉他 这就是传闻天下的 岳王剑 而剑上刻有 纯君二字 说明 岳王剑就是纯君 顿时心中有数了 微微一笑 朝碧成拱了拱手 回碧将军的话 此剑名唤纯君 本为吴王夫差珍藏 后为岳王勾剑所得 因而也称岳王剑 在下此言实否 所有剑事皆是一经 天下剑事 无不知纯君 也无不知 也无不知岳王剑 却先有人知晓此二剑本是一剑 听闻张仪道出此事 重剑事 即使吴江的四名侍卫 也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皆将目光射向了岳王 吴江也吃了一惊 抬眼望向张仪 知此人却非寻常见识 细心回味着张仪的品评 吴江竟也觉得还算晕天 至少没有亵渎之词 思索有清 吴江上浮的肝火 稍稍平稳了一些 示意斯剑力 斯剑力西行上前 将张仪面前的纯军抱走了 看到岳王剑被斯剑力 装入乡中使人抬走 吴江这才扭过头来 对张仪微微一笑 如此看来寡人这儿 已无张子可用之剑了 请问张子该用何剑 也让寡人开开眼界 张仪拱了拱手 回禀大王 人有人品 剑有剑品 张仪所用之剑 自非凡品 此言无疑是在宣称 岳王剑 也是凡品 吴江笑容连起 面上蕴色再起 那就说说 你的非凡之品吧 张仪侃侃说道 天下十大名剑 天下十大名剑 纯军排名第三 大王可知排名第二第一的 又是何剑呢 吴江黑出了一声 冷冷说道 这点常识寡人五岁机智 排名第一的 明幻轩缘 排名第二的 明幻战炉 张仪微微一笑 大王可曾见过二剑呢 吴江愣政有情 突然像换了个人 身子趋浅 两眼眨也不眨的 凝视着张仪 听张子之言 难道见过 张仪又是一笑 不瞒大王 张仪自幼喜见 之所以力尽艰辛 深入云梦山 求拜鬼谷先生 为的就是求此二剑 张仪此言一出 满场皆惊 吴江更是目瞪口呆 碧城 似是最先反应过来 急急问道 请问张子 听闻越国上将军庞涓 曾拜鬼谷子为师 你可认识此人哪 回毕将军的话 此人是在下师弟 与在下同窗三年 跟随先生学了点皮毛功夫而已 吴江突然起身 缓缓走到张仪跟前 拉过张仪的双手 沈看半赏 不无诚意地问道 敢问张子 这两手 可曾俯过二剑 回禀大王 张仪在古中 跟从先生六年 可谓是日日抚摸 时时袭练 不敢有片刻懈怠 吴江紧握着张仪之手 转对众人 朗声说道 今日比剑 到此为止 你们可以退去了 所有剑士 进阶退出了 轮起走到外面 示意阮英龙 撤去弓弩手 吴江亲手扶起了张仪 张子清齐 随寡人剑士说话 大王请 恰在此时 吕宗刚刚踏完数百级台阶 正欲拐向机剑厅呢 见众剑士 纷纷走出剑厅 张子错愕 又见碧城也走出来了 一脸湿燃 赶忙前进一步拦住他 怎么回事啊 碧城将台上之事 约略地讲述了一遍 不无叹服地赞叹了一句 此人当真了得呀 吕宗打探明白 把腿奔下台去 远远望见 从树从后面闪出的惊声 不无兴奋地叫道 了不得 了不得呀 你家孤爷真正了不得呀 见他高兴的样子 惊声知道 已无大哀了 尝出了一口气 孤爷呢 被大王请入剑厅了 吕宗连喘了几口气 哎呀 不瞒经先生 吕宗随大王十年有余 至今尚未进过大王的剑厅了 相遇闻声赶来 喜极而起 岳王吴江的剑厅 位于狼牙台最东侧 极其的隐秘 张仪与吴江 随着司剑立七弯八拐 走下数十级台阶 方才来到一处石巷 张仪一看 是一个死巷 并无门户 正自经义 司剑立转动了一只枢纽 一声闷响过后 现出了一扇石门 门后是一走廊 张仪几人又走了一程 司剑立再次按动了枢纽 面前再现一个石门 吴江指着石门抱拳道 剑厅到了 张子晴 张仪走进石门 看到一个巨大的厅堂 厅堂三丈建方 全部由巨石构造 靠东侧是两层窗子 各高半尺 宽三尺 全部由精铜构成 既可透光 又可观海 纵使孩子也爬不进来 厅堂四周的石壁上 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宝剑 司剑立引领着吴江张仪观看了一周 向张仪逐个介绍宝剑的名称和来历 转有一圈 吴江长叹了一声 不满张子 寡人收藏天下名剑 二百六十游五饼 今日看来皆是繁品 好在天下十大名剑 寡人独得其次 也算是有所宽威 寡人独得其次